張老師我還要再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你覺得 未來不管台灣是藍的執政 還是綠的執政 你可以講兩種情況 兩岸有可能簽和平協議嗎 綠的執政當然是不可能 我們這樣假設 假設蔡英文 你跟他喊了九二共識呢 假設他轉彎了 我就正式要講這個 假設蔡英文喊了九二共識 你想假如你這個捷克也好 或者是我們大陸的聽友 是身處中南海的決策圈 那今天蔡英文突然講說 他願意恢復九二共識要兩岸談判 那你是中南海的決策人士 你會立刻相信嗎 那你肯定不會相信 這個東西我認為你如何用行動證明你是願意接受九二共識 那麼九二共識首先你就要講出我剛才講的同者何在 這個同者就有一個國家統一的目標嘛 而有那個目標 雙方現在才能夠良性互動 然後有一個中國原則你就不能搞太多 因此 就去中國話你首先要付出行動 我停止去中國話 你今天敢說 他說我願意在九二共識基礎上跟大陸和平協商 良性互動 加強經貿互動 大陸如何相信你 然後願意跟你恢復兩岸的機制化的協商呢 你去中國話如果一直在進行台灣的教科書 現在小朋友連孫中山都不認識 中華民國跟中國的關係認為沒有關係 這個教育還在進行 那執政者講的九二共識 中南海的決策層沒有人會相信 所以對民進黨來講 要走向和平 我是認為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因為這個路已經走太遠了 如何收回來 然後它有可能說我們把這個 下個零度的教科書全部都更改 如果做這種行動 那大陸還得聽其言關鍵性看一陣子 所以我認為這個機會 和平的機會恐怕是沒有 這個是我覺得 是正好國民黨發揮和平論述 它的空間就是在這兒 那國民黨要去推動 兩岸和平協議啊 或者國共兩黨的和平備忘錄 機會是在 機會是在 我認為這是需要勇氣 我們去回想當年 2008年馬英九在進行的時候 其實在馬英九的這個 這個競選證件裡面明確的提到了 是兩岸要簽署和平協議 這個證件加上當然它有其他的優勢跟強項 他當選了 然後2008年520的就事院說 他又重申了要簽署和平協議 這是對人民的莊嚴承諾啊 然後那一年9月2008年的9月 他接受台灣媒體的專訪 我還記得他手上拿著民意調查 然後照片上手上拿著民意調查 說你看半數民意支持和平協議 所以我要在第一個任期之內去簽署 可是為什麼我也沒有做到 因為民進黨就一直講 扭曲和平協議是投降協議 是統一協議 造成台灣民眾有疑慮 但是馬英九他這個團隊我覺得很可惜 沒有利用執政優勢 把這個論述說清楚 結果就一直退守 所以我為什麼會說 你不能退守 你一退守 反而對方就一直在進攻下來 自己就沒有路可以去 那國民黨現在如果說 讓台灣人民覺得和平是需要的 現在因為就是和平遭遇危機 我們今天講現在假設 在民進黨執政情況之下 兩岸相安無事 也不會有大陸軍機 那對台灣民眾來講 台獨是OK的 台獨是OK的 那國民黨沒有辦法去論述和平 因為大陸也不在乎台獨不台獨 那現在顯然是大陸很在乎 那大陸很在乎 所以兩岸局勢趨向緊張 本來在去年國際上的媒體 跟幾個國際組織 把台灣當作是世界上 比較危險的地區之一 那只是之一啊 可是今年以來 像經濟學人這是很權威的雜誌 封面認為台灣是全球最危險的地方 就不是之一的是最啊 那這個就是因為民進黨執政的關係 這國民黨就有論述的空間 我認為這個這個趨勢 這個客觀的環境 跟國民黨如何提供給台灣人民 和平願景 論述清楚 台灣人民我覺得是會做出選擇 因為誰願意兩岸情勢持續緊張 誰不希望說兩岸的這個客機 國民黨交出政權的時候 一個禮拜是800多班的這個航班 誰願意說沒有民航科技飛來飛去 反而是軍機飛來飛去 這影響到人民最根本的需要 就是安居樂業嗎 我們老主宗告訴我們 人民就是需要安居樂業 你今天沒有這個條件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國民黨 還需要發揮論述 而且一次有這個條件的 那這樣的話 國民黨執政之後 那和平協議可不可能 他的機會就重新再打開 那和平協議也不是 現在張亞中才講的 也不是馬英九競選的時候才講的 是2005年年戰主席跟胡錦濤總書記 達成的這個五項願景的協議 那個五項願景是我當年 作為國民黨的發言人 我在北京和平飯店那個 不是北京的北京飯店 中樓召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宣讀出來就有和平協議啊 所以如果國民黨重新執政 我們勇於論述 我覺得這個機會在 起碼就是和平制度化 當然了跟民進黨的宣傳 或者台灣有些人 這個恐共反共的心理 他會說跟大陸協商 協議沒有用 大陸會推翻協議 我覺得我們要這樣思考 和平要不要 答案肯定要嘛 我認為今天就算是台獨人士 你問他和平要不要 他也要 他可以和平台獨 他幹嘛用武力去打一場 獨立戰爭 那他也吃不消 所以和平大家都要 那既然和平要 那就需要政治基礎 那有了政治基礎 如果我們能夠談出一個協議 或者是和平制度化 你今天再去質疑說協議可能被推翻 那既然你要和平 有協議絕對比沒有協議好 有制度絕對比沒有制度好 這個就是我們要努力的 不能說因為我懷疑這個 所以我通通不做 通通不做你就沒有保障 你沒有和平沒有保障 那台灣安全如何維護 就是現在民進黨在走的路 就是美國所謂 對台承諾堅若磐石 可是下一劑是什麼 堅若磐石不是美國全力防規台灣 就是我全力賣5G給台灣 他的下一劑是這樣 所謂堅若磐石 就是堅若磐石的賣5G給台灣 那這個台灣怎麼會吃得消 那兩岸進行軍備軍賽 排擠了台灣所有的其他的預算 台灣人民他其實是會遭遇到 這個更不好的環境就很難樂業了 沒有安居也難以樂業 好那個老師我想請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您剛剛講這個和平協議 就是國民黨他如果執政的話 他有機會是可以簽的 就如同就是當年那個 您來推動的時候 你在那個北京的北京飯店 有講出和平協議這個 但是我現在想 以此時此刻就我個人的了解 還有很多 因為我跟很多對岸的網友都有在互動 就是 最近幾年的那個氛圍 其實大陸 大陸對台灣的這個氛圍 已經不是像當年那麼好了 那現在如果 現在武統的聲浪其實很高了 那如果以此時此刻 我覺得以此時此刻要談和平協議的話 那會不會對岸他會說你和平協議可以 但是你和平協議就要有統一的 的這個進程嗎 你算是時間表你可能要列上來 對不對 那這個脈絡是這樣 你和平協議你就要統一的時間表 弄上來 那統一就代表誰來統一 難道會是中華民國統一嗎 應該在如果以實力來講 大家的認為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嗎 那是不是就代表著中華民國沒了 所以如果簽了和平協議 就代表要跟對岸統一 就代表中華民國沒了 那這個這個邏輯的ABC 那很容易就是在台灣的內部 你要怎麼去論述 那這樣可可以成功 這個就是上一次那個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後來為什麼這個就不再談和平協議 就是這個問題 就民進黨說因為你簽了和平協議 那麼這個它是等於統一協議 其實也就是投降協議 那其實這是假設我們今天把統一的目標擺著的時候 它中間是有這個一個過程或者是一個進程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又要確保和平 所以有一個和平協議 它其實是一個戰型協議嘛 是一個美國在90年代的時候 上世紀90年代就有這個中程協議這個概念提出來嘛 它其實是中程協議 中間的中 它可能會有一個中間的中 中間的中 那麼就是說統一的目標是以後的事情 大家確認了反對態度跟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裡面本來就有統一的目標在那 那麼我們如何維持這個和平 它是一個戰型協定嘛 我不認為說它會明確 它不可能去提出統一時間表 因為那樣子的話就變成是統一談判 而不是一個中程協議的那個意涵呢 這是兩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我為什麼使用說 有機會是因為呢 這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我們如何讓它制度化 而協議是其中一個有效的方式 那這個方式究竟可行不可行是透過協商 這種協商這種互動本身就是正面的 就是對兩岸和平的制度化 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它本身就是正面的 那民進黨要不斷的扭曲等等之類的 那最終就是按照民進黨的內套論述 現在已經很清楚 就是兩岸走向很可能走向軍事攤牌 那麼台灣人民如何做選擇 我的意思就是類似像 2005年年代主席的和平治理 這個是你一個政黨跟一個主要的政治人物 你究竟是要引領潮流還是要隨波逐流 你是要化解戰禍還是要共富戰禍 這個是國民黨要明確的讓台灣人民說 你們大家是有選擇的機會 在二者之間做選擇 講得清楚 我覺得老百姓會選擇去共富戰禍嗎 有和平的機會 我們為什麼不選擇和平 因為2005年年代主席的和平治理 就是在當時大陸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 兩岸局勢很緊張 那時候民進黨陳水平出政的時候 他又搞一個幾十萬民眾的反反分裂法的示威 那兩岸沒有路可以走 沒有路可以走 那當時他也是民意 他說民意都是反對中共的反分裂國家法 反對中共採取無慮 這種情況如果國民黨是隨波逐流 也跟著去反反分裂法 那兩岸就會走向攤派 可是連戰主席選擇了說 那我要引領潮流 那結果開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五項願景 提出這個願景 老百姓選擇馬英九支持 加上馬英九個人的條件 2008年國民黨執政 就是如何讓老百姓做選擇 老師您覺得您剛剛提的這個所謂的忠誠協議 就是也許就是 不是也許 就統一啦 統一是一個 應該要遠程的一個目標 但是 對我們先把這個忠誠的協議先談好 那這樣子這個跟 對岸就是共產黨那邊是有這個默契在嗎 對岸是此時此刻您判斷是願意簽這個所謂的忠誠協議 也就是這個協議 他並不會把統一的時間表給列上去 這也許只是一個比較模糊的一個願景似的 你覺得對岸是願意嗎 是 現在這個像類似張小宗提出來 其實就是一個願景 我很難說現在大陸願意不願意 因為2005年的時候 大陸是明確的承諾 現在情勢不一樣是 對 經過民進黨這種去中國化的教育 蔡英文講的說台灣的年輕世代 大家都是天然賭 其實實質我認為是人造賭 這個完全是人造出來的 那麼這種民意這種情況 大陸對兩岸的這個 如果說我一定承諾和平 那肯定是好像是自綁手腳 我記得大陸的第二代領導人 我們鄧小平在70年代 一直到80年代 幾次對外 對外國高層人士 或者對內的重要講話都講 我們不能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對 這個因為放棄承諾使用武力 那麼台灣就拒絕談判 最終迫使大陸為了統一 必須要使用武力 所以不放棄使用武力 反而有利於和平統一 那我認為現在大陸就是 對台獨疑慮太大了 所以現在兩岸的軍事情況 比較緊張 所以我不敢說一定有 一定簽了成 是有這個機會去創造 那當你願意去推動 兩岸和平的制度化 它本身就是良性互動的過程 它就是有利於和平 就算最後沒有機會簽成 可是這種良性互動 建立政治復興 讓台灣老百姓覺得說 因為有了政治復興 我們台灣所獲得的和平紅利 經貿的利益會更大 然後我們台灣不需要買那麼多武器 準備打仗 有利於我們安居樂樂 那這種氣氛出現的時候 台獨的空間就縮小了 那大陸對台灣對台政策 就會信息越來越大 那這不就是讓和平協議 更有機會簽署嗎 那終究還是要 有政治基礎上 出現良性互動 和平制度化的機會 才會越來越大 好 老師我聽您這樣講 整個脈絡 我覺得 就現實政治上來講 最不希望這件事情去推動的 那個應該叫民進黨